百年前,灭世被十三封印的消息传回时空乱流,灭世一族为了救出他们的王,开始了渗透十三宇宙的计划,并跟当地人结合,他们静待时机,随着时间的推移,无数的灭世族人潜伏在宇宙的各个势力中,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、门派和家族。 如今的三大领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,而改变无上界局势也成了十三众人,留给紫墨的考验,只不过,紫墨身体内的黑色真气却成了一个变数。 这,这难道就是无上界吗? 小伙子,你是新飞升上来的。 是的,前辈,这里就是无上界吗? 没错,欢迎来到无上界水神领域,小伙子是从小世界飞上的。 是的,不知道小伙子认识一个叫紫墨的吗? 我并不认识此人,前辈怎么了吗?没事,问问而已。 紫墨也没想到,初到无上界,居然有人知道他的名字,不清楚对方是敌室友的情况下,紫墨还不想暴露身份。 莫非跟当初下界的那两个先帝有关? 古兄弟在吗?在就出来说句话。 你这老头,有什么事情就快说,弄得这么神秘干什么? 小世界来人了。 来人就来人呗,前几年不是就有人过来了吗?等等,难道是? 没错,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,来的这个人正是紫墨,不过对方没有承认。 这小子看来越来越成熟了,谢天谢地。 好了,你先忙吧,别忘了,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 用不用我派人。 不用,我们越插手就会越麻烦,现在我们被人盯得很紧。 你要记住,紫墨到无上界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,就当没发生过一切顺其自然。 两位前辈,你们刚刚说的孟家婚礼是怎么回事? 你不知道,你是外城来的吧? 小弟刚刚游历到此,刚才听见你们说,孟家少爷要迎娶姚上仙子。 是啊,孟家的孟云,一个月后要迎娶仙连派的姚上。 没想到孟云居然有两下子,比武招亲大会上,居然拿下第一,要是我能娶到姚上仙子,让我死都愿意。 狗屁第一,要不是他有个好爹,你以为他能夺下第一? 小兄弟,我跟你说,人呢? 你说宗主,为啥不将姚上要嫁人的消息,告诉宗派呢? 宗主说了,姚上是小世界出来的,还没资格进入宗派那边人的视线。 既然没资格,那为何要搞得这么谨慎,天天都要巡逻? 行了,宗主的想法不是咱们该揣摩的,找个地方睡一会吧。 别出声,不然我们两个都完蛋。 子墨,你动作太慢了,这都多久了,才找到姐姐。 你,你是来运? 先离开这里,我知道你想见姐姐,但现在不是时候。 这是怎么回事,我如果没记错的话,你还没到大成七吧,怎么你也飞升了? 你飞升这么久了,为什么不参加姐姐的比武招亲? 那个,当初对付那两个先第七的人物,我动用了近招,虽然捡回来一条命,但也伤了本源,勉强飞升无上节后, 公法出现反噬,我闭关了一段时间,最近你才打听到姚上的消息。 哎,一切都是命啊,你今晚的行为太危险了,你知道先连派有多少高手存在吗? 你知道先连派背后的宗派多么恐怖吗? 如果被孟家知道,你对姐姐有想法,你怎么死都不知道的。 蓝玉叠叠不休半天,同时也将如今无上界的局势告诉了我,而我也知道了,姚上嫁人一切都是先连派擅自决定,他们不知道说了什么,让姚上同意嫁人,封印了姚上的功力,囚禁了姚上。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? 孟家结婚当天,一定很热闹吧? 你,你要抢亲。 这个你拿着,有这个请帖,你就能进入孟家了。 我越来越好奇你的身份了,你怎么对无上界这么了解,这东西你是怎么搞到的? 偷的啊。 啥? 这些都不是关键,子墨,你真的不打算再考虑考虑了,要知道,你一旦进入这个门后,可就是死死无生了。 没时间给我考虑了,过了今天,姚上就是他人妻,你说你姐姐如果真的嫁给别人,他会如何? 自杀。 如果姚上真的如你所说,是被封印功力,一旦有机会解开封印,他一定会自杀,我想就算是死,他也愿意跟我死在一起吧。 那你要小心,如果,算了,你能活着再说吧。 今日孟府新婚大喜,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我们少爷的婚礼,我宣布,新婚大礼现在开始,有请新人入场。 一拜天地,姻缘天注定。 哼。 姚上,记住你的任务,赶紧给我完成婚礼,不然,宗派就会安排人下去除掉你的小情人。 你明白了没有,大家不用着急,新人第一次结婚都会紧张,拜。 有刺客。 十八面魔手,金刚硬。 敢刺杀少爷,给我拿下。 嗯,逆行功法,风神牌,解。